早晨各位健康蛋早晨的观众 早晨Willy 早晨我们的Dr.周 早晨 疑科专科医生 周中莫医生 香港这样子 这样子迫的城市 其实是否有发小孩的濕疹的机会 大过去新界 田园 会不会 很久之前也做过一些研究 如果你初三年原来在乡村长大 过了三年后搬去城市 其实风险频率跟回乡村的频率 过了三年之后 如果之前三年生活在城市的话 其实你就跟回到城市 所以不是你什么人种 而是你什么环境生活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很多不同的解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解说 其实是乡村里面 其实我们跟环境接触是比较自然 环境接触比较多 也会多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微生态 在你的身体里出现 因为那个环境其实相对是多一些不同种类的细菌 在那个环境里 那我们的长度会一样 会跟回那个环境受到影响 而在我们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城市里面 其实我们的微生态环境相对是会窄一点 窄一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长度的微生态 那个种类的数字是相对少一点 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了我们整个面移系统的发展和发育 那将来那个敏感程度就会有不同 因为自然正常的皮肤其实都会释放一些自然 而有些潤肤的情况的物质 那有这个基因的问题的人 其实他们相对会少一点这些物质 另外皮肤的表面的紧致度都会差一点 所以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拥有湿疹的机会相对会高一点 咦 我们先看一看街头访问 何华 有一项研究发现 管港六至七岁的男女学童的湿疹发并率 远超过全球的一倍 我想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是有这个研究发现的 就是这个六至七岁男女学童的湿疹 远超全球 这个是吗 全球我们如果六至七岁的男女童的湿疹 如果我们问回 其实若莫在他们简单来说 在首个六年至七年之间 其实有三性的学童 都曾经出现过湿疹 如果你跟其他地方比 你跟某些西方国家比 可能又不是撑太远 当然如果你拉匀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高了 因为有些地方相对比例是少一点 我就是听做了健康蛋 我就听过长度就是人的第二个脑 但是怎样为之皮肤与长度的重 因为其实长度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系统 那个免疫系统的反应 也都会令到我们那个 倾向有个敏感体质的机率会高一点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皮肤不好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敏感源 有皮肤接触到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这似乎又反过来 影响我们整个免疫系统 一样都会 所以其实两样东西 其实都是有些不想牵引 有时都不是单一一个因素 而是很多时候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 小孩的肠子的保护膜 因为是法育未完全形成 所以跟大人的相比 他们更加容易可能有些小朋友 它是会较薄或者较容易 可能吃完奶之后 可能有一些代謝物那样东西 不能够消化得很好 接着这些代謝物有机会 就是通过了因为它太薄的墙壁 进入了它们的代謝 即是新生代謝的血里面 导致有这样的机会 它们是高了 令到它会有些致敏 或者发现的症状会出现 这个其实在医学都说了一段很长时间 就是说你腸与腸之间 那个细胞的紧致度不够 于是乎其实好像牛豆那样 我们平时食物里面的食物都会是吸收 但其实它就经过这些纳粹 进入了我们身体里 亦都会产生了那个敏感反应 很多东西都会影响到的 包括不同种类的微生态都会影响到 我们长远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紧密度 都有影响 好 我们又看一个監察访问好吗 为什么有些小朋友吃完抗生素之后 会出现肚射问题 有没有解决方法 小朋友吃完抗生素有肚射的问题 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其实是可常见的 如果想减少这些情况 通常在食抗生素的时候 开含一些抗生菌食会减少 这个很多文言都记得很清楚 后来我们就讲 长度要抗生菌 小朋友有没有分别 是否小朋友和大人 如果有个家长来问你 是否小朋友又可以 吃一半吃多少又如何 其实不同的微生态 或者不同的益生菌 都有不同的作用 所以很视乎你那时候的目标是什么 好像刚才那位女士问的 或者小姐问的 她说她吃抗生素的时候会不舒服 其实你可能要她 吃抗生素的时候和益生菌一起吃 她便会减少了 所以都要看看你什么原因 但Janice Walker刚刚的追问 方案有这么多亿生菌 是否适合所有小朋友 如何选择 其实有些配方里面的菌种 例如像双其干菌这个家族 是导致我们可能减低炎症 或者是令到我们的长度 相比有些可能她的成分 来说是Lactobacillus 就是一些乳干菌 那些东西 是不是这个医生都可以 跟观众去说一说 他们应该是要选一些 是适合自己 我们亚洲人 还是怎样的情况 会帮到他们多一点 有时要看你想吃的时候 胃肉的目的是什么 究竟你是想预防敏感 还是因为肠胃不好 想要调理肠胃 然后才适合选择哪一种 Kiki Wonderworld问 BB仔未有濕疹 有没有预防方法 如果你们两夫妻 如果你们本身是有濕疹的话 当然你的小朋友有的 机率会更高 你夫妻有一个人有的话 其实你的小朋友 可能比普通人高两倍至三倍 如果你夫妻两个人都有 其实你可能高四倍至五倍 所以比例是会高的 其实有不同方法 有些data都做到 比如在妈妈在驱饰的时候 吃一些Probiotics 另外出生后 胃母乳 或者继续持住吃Probiotics 是会减少的 另外之前也说过 你出生的时候 可能可以减少一个不是做开刀 除非没有办法 你真的需要生产的过程 或者有什么原因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有的是选择 可能是迅献 其实会更好一点 那之後就盡量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想都是要均勻 就是不要太遲加固 因為現在我們一般要求加固的時間 四個月至六個月 太遲加固也可能會多了很多不同敏感的症狀 這些都是一個方法去幫忙 我再看一條街坊問題 益生菌對幼兒有什麼好處 單憑平時善食 為什麼不足以補充益生菌 很多奶粉都含有益生菌 那對嬰兒好不好呢 平時善食的而且不足夠完全補充所有的益生菌 因為我都說過其實我們的微生態環境 除了食物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外 其實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接觸都是重要的 如果多些去郊外 和大自然接觸 多些曬陽光 護膜活動其實都會有好處 作息定時 有些活動運動 這些對你的微生態都一樣有幫助 至於奶粉其實是的 在過去這幾年 或者是奶粉廠 其實加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益生菌 但是其實他們加的益生菌 跟真正人奶裡面的益生菌比 仍然的數量是餐天共地的 我想可以很簡單說的 如果一般人奶裡面擁有的益生菌 可能有幾百種 奶粉是加不到的 永遠最多都是幾種 所以可能的而且有些幫助的 但是最好的營養或者最好的食物 以初生嬰兒來說仍然是母餘 初生嬰兒的父母 他們很疼心很緊張 所有東西都乾淨 抹乾淨了 令到他們無菌空間 如果作為專業醫生 你有什麼意見給他們? 第一是不會無菌空間 因為你本身這個世界 周圍環境是有細菌的 不可能是無菌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頭幾個月我也很同意 應該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剛出生的小朋友 如果頭幾個月病 都是很多事情要處理很麻煩 但是我會覺得去到這件事情 去到他們開始加固的時候 然後四個月那樣東西 其實開始應該可以慢慢防寬一點 如果不然 他就會損失了很多其他種類的學習 無論他身體的免疫系統的學習 他接觸不同人的學習 他同人與人之間的反應 那樣東西都會減少了 其實我們學習的話 除了是一般在家裡之外 其實跟其他不同人相處 都是很重要的生活和學習的過程 在這裏我們很感謝周醫生 謝謝你 分享了小朋友長度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於小朋友成長的 謝謝你 謝謝你 其實我們中文大學 亦都因為知道了小朋友的體質 是這麼敏感 亦都有很多研究 我們看了之後 都剛剛我們推出了一個新的配方 就給各位家長多一個選擇 是怎樣幫一個小朋友 由一歲到五歲這段期間 怎樣去建立一個最好 或者是令到他們減低一些過敏風險 這個配方是可以針對到 是令到他們的長度微生態的鞏固期 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而這個配方跟以往的配方有些不同 就是他的劑量 在益生管的含量來說 是特別適合一歲到五歲的小朋友去服用 因為始終有些家長會顧慮 用成人配方會不會是過多 導致到他們未必是吸收得最好 亦都會害怕 待會受得太多的時候會是怎樣 而這個配方亦都有一個很精準的配搭 有一個三期幹菌的比率 亦都會加了一些微量元素 好像是星和新 這也是令到小朋友的牙齒骨落 在一個他們的發育期來說 除了優化長度微生態之餘 亦都會幫他們建立一個更好的體質 所以這個配方可以給小朋友 最好的就是每一包倒入水中 讓他們服用 亦都可以慢慢令到他們的長度微生態 開始建立完之後 是減低一些過問的體質的比率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聽完之後 可以怎樣幫助自己的小朋友 去建立一個更好的長度微生態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謝謝Willi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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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